大家好 今天是9月7号星期六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欢迎您成为会员 享受更多权利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及时跟进 随后对热门股票进行分析 非农就业放缓 美债倒挂预警 美国经济衰退信号频线 经济衰退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德意志银行发现 美国经济衰退的开始 通常与非农就业数据 首次转为负值的月份高度一致 历史数据显示 经济衰退首月 常伴随就业数据的非线性变化 转为负值 当前就业状况 8月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口为14.2万人 低于预期的16.5万人 且前职被下修 显示劳动力市场放缓 但当前新增就业仍保持在10万人以上 据此判断 尚无需担心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的预警 新增就业负增长 往往是经济衰退开始的信号 且这一过程可能毫无征兆 预示着一个经济下行周期的开始 经济数据疲软 近期美国多项就业及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包括ADP新增就业降至于三年最低 首身就业数据不良 制造业PMI低迷等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放缓的担忧 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的预示 德意志银行策略师James指出 美债收益率曲线从倒挂状态恢复过来时 往往预示着经济衰退的开始 本周三美国二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低于十年期 结束了长达26个月的倒挂状态 这被视为经济衰退的一个前瞻指标 综合分析 尽管当前就业数据尚未触发衰退担忧 但多项经济指标的疲软和美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化 都在不同程度上 意识了美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下行压力 大选前夕 特朗普与哈里斯经济政策交锋 经济前景悬于国会控制权 特朗普经济政策要点 关税政策 特朗普承诺增加 对不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公司的关税 以保护国内产业 能源政策 强调能源主导地位 誓言上任首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简化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审批程序 扩大国内能源生产 并承诺降低能源价格 税收政策 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21%降至15% 但仅对美国本土生产的公司适用 政府支出 通过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 并邀请马斯克领导 以削减政府开支 阿里斯的经济政策与民调 经济政策 阿里斯承诺扩大经济适用住房 打击食品价格哄台 降低处方药等日常用品价格 并提出较为温和的资本利得税政策 将高收入群体的税率 从39.6%下调至28% 民调领先 在多个关键摇摆州 阿里斯在经济议题上的信任度 领先特兰普 民调显示他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 经济前景与国会控制权 大选影响 高盛经济学家团队认为 11月大选将影响美国明年的贸易 移民和财政政策 进而影响经济多个方面 赤字与财政前景 不同经济学家 对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对财政赤字的影响有不同看法 但普遍认为 经济前景将取决于 赢得国会控制权的政党 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再度捆绑 马斯克参与 特朗普正式允诺邀请马斯克 担任政府效率委员会负责人 马斯克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 愿意为美国服务 不需要报仇 投闲和认可 媒体与专家观点 纽约时报质疑 对特朗普降低企业税率的可行性表示质疑 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享受减税政策的企业将非常有限 税务基金会报告 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增加税收收入 但也会带来经济成本 如抬高进口商品价格 降低投资和就业机会 总结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大选权均在经济议题上发力 特朗普强调保护主义政策和企业减税 而哈里斯则提出降低日常用品价格和较为温和的资本利得税政策 两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将对未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而这一切将取决于国会控制权的归属 马斯克点赞中国产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游戏界热议 特斯拉CEO马斯克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对中国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初体验 这一举动迅速成为国内外游戏界和科技界的热门话题 马斯克称赞这款游戏为来自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3A游戏 并附上了一张AI合成的孙悟空图片 调侃其形象与自己相似 使得这一推荐更加生动有趣 《黑神话悟空》由中国游戏科学工作室精心打造 是一款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为背景的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该游戏将现代游戏技术与东方美学完美融合 自预告片发布以来便吸引了众多玩家的目光备受期待 马斯克对游戏中精致的画面和富有创意的玩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公开表达了对游戏开发团队的赞赏 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对游戏行业的持续关注 也进一步提升了《黑神话悟空》的国际知名度 值得一提的是 马斯克本人也是一位资深游戏爱好者 早在12岁时他就展现了非凡的编程天赋 编写并发布了名为《Blast Star》的太空战斗游戏 并成功将其出售给了一家杂志 此外他还曾在一家名为Rocket Science的游戏初创公司工作 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游戏行业的理解和热爱 看到这里老板今天记得留下几个字 马斯克 好 我们继续分析我们的热门股票列表 今天的上一期节目分析到了BRK 那么这期我们继续看微软 先看微软的周线图 微软的周线图在近期是完成了对上一波下跌波段的一个反转 然后当前是进行了一个下跌浪 对吧 我们说与局部波段交易为主的模式 当然这样的一个交易过程也是非常复杂 也比较挑战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胆量 对吧 那么市场的下跌永远都是出人意料的 就给你来一下 那我们看到微软它的这根黄色的较长的上涨趋势线 实际上已经有被破位的迹象了 或者说已经被破位下来了 因此我们对市场的预期 第一浪就是画好这根紫色的上涨趋势线 对吧 我们看它的周线图 上涨趋势线 刚才看的是日线图 那么周线图呢 在本周呢是一根大阴线是吧 你看 上两圈线破下来 反弹测试再跌下来 那么当前 多头关注的是什么呢 他应该关注在这个低点上方止跌的可能性 那只有他能止跌 在这上方就强劲的止跌 我们说才有可能恢复到 多头的震荡行情 是吧 那如果他跌破的话 那么 将会开启一波可能的熊市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刚才看待 我们刚才看这日线的时候 看到这个紫色的上涨趋势线还是比较清晰是吧 那么下跌趋势线也是比较清晰 因此说来 当前的趋势行情已经变得相对弱势了哈 而且波段相对变短了一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市场的想要恢复到强劲的牛市呢 是有重要的条件的 也就是说 现在一波下跌小波段必须得强劲的打阳线给出来 不能给的话就麻烦了哈 你看历史上熊市他也可以继续震荡下行啊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跌的情况 那么这一波会跌到哪呢 我们说我们不去猜底 是吧 至于我们这里可不是信仰长持的那类多头哈 我们是局部波段交易为主 只不过呢 更多的是以多头的视角再去找做多的一些波段而已 那么反过来如果出现多头的卖点 那实际上也是做空的一个机会哈 如果你是空头的话 对吧 我们这里不鼓励大家去做空啊 因为大部分人很难去做空 好 微软呢 我们啊 要关注这个低点附近止跌的情况 实际上呢 有些股票已经跌破这个低点了哈 对应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哈 形成熊市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啊 因为这个视觉上看起来 更像是一个头肩顶的右肩 当然啊 能不能最终形成头肩顶 要看对下方这个颈线向下跌破的这个情况 那现在呢 还有一段距离哈 还是要再观察 我们要看一下DKNG的周线图 DKNG的周线图啊 似乎也是跌破了这根趋势线啊 你不管把这趋势线调的陡峭一点 哎 陡峭的算是一根 还是调到刚才的这个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他都已经跌破了 对吧 你看调到这他也是跌破了 对吧 咱们就这么调吧 就这么画吧 那么我们当前应该关注什么呢 我们的这根下跌趋势线 目前仍旧是有效的 紫色的下跌趋势线仍旧是有效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周线多头强势吧 然后他有一些强势 但是他碰到这根紫色的下跌趋势线的时候 他就怂了 看到吧 多头就不那么强势了 有人说空头也不是强势啊 是的 空头确实是不是那么强势啊 在过去这 特别是本周 对吧 但是呢 他处在了下跌趋势线的下方 处在下跌趋势线的下方 那我们说空头的胜率会略高一些啊 从长期来而言啊 我们就以长期或者是综合的视角去判断概率啊 直到我们感觉到多头回归的意愿非常的强烈的时候 我们在改变 那我们的日线图呢 你看日线图 对吧 他还没有去突破上去 对吧 因此呢 下周需要关注能不能上去啊 不能上去的话 如果周一转又是大阴线啊 表明这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反弹 你看这些图表呢 实际上啊 在洗更高位这个阻力区是吧 还在洗 呃 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了哈 我们看一下通用汽车 啊 对于汽车股我们的态度是 与局部波段交易为主啊 那么上一波的波段过长 是吧 那我们把这区线线如果是调到这的话 你会发现 他个挺长的实际上一波 但是破位之后 这个位置应该做过一次卖出的点处理是吧 但是后续呢 啊 他这个美股整体呢都微型反转了哈 所以我们说应该 我记得哈 在微型反转的初期 我们是计划是对所有的图 那些主要的图表啊 都是市仓 然后发现哎 他逐渐就弹了起来是吧 那这个图呢 在周线上 再次遇到阻力区 本正有所回落 大家要注意哈 他也有可能恢复到震大行情 因此局部波段的多头呢 应该卖掉 看下之前是吧 局部波段的交易者 多头应该卖掉 那如果之前被套的交易者 发现没来得及卖 那现在呢 就是卖卖的点 是吧 他回车多深呢 还不知道哈 他也可能浅 可能深 我们把新的下跌讯上画一下 他可以跌得深一点 可以浅一点啊 这不刚有一个微信反转了 是吧 或者是恢复到一个比较新 新的一个震荡行情哈 震来震去的 都是有可能 你要历史上 他的震荡行情也比较多 对吧 震荡行情比较多 所以市场呢 不走牛市呢 不一定走绝对的大熊市啊 有可能诸多的股票都走震荡市啊 震荡市呢 以更是以局部波段交易 才能赚到钱啊 否则一直拿着也没什么利润 所以通用汽车也要注意哈 这周呢 本身啊 大部分图表都是下错哈 所以都出现了波段的一个卖点 会不会继续接点 不知道啊 我们说这个可深可险吧 你看他历史 震荡行情还是挺多的啊 不要去猜底 也不要去纯粹的猜底啊 我指的是啊 这个长期来说猜不准啊 长期来说还是 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还不如以趋势线为借啊 这趋势线怎么画 就这么画呗 怎么画 趋势线怎么画 直线 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哈 两点之间可以确定一条直线 你就找到两个点 第一个是最低点 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可能的最高点 或者临界最近的一些啊 比较典型的一些转折点啊 一连不就是一根趋势线了吗 那么下跌也是把最高点一连 往下连不就行了吗 我们看一下SE SE啊 也是在这里遇到了阻力 但是你看他的周线图空头似乎目前还比较弱势啊 所以我把这个黄色的趋势线再画好了 看他能不能守住啊 看一下日线 空头比较弱是啥意思 就说先把这个当作回撤来看啊 另外呢 他在局部事 还有个小阻力区 支撑区啊 那么接下来如果在这里能强劲直跌就行 不能强劲直跌 必然会反向剧烈的抛盘啊 那么下周要关注 如果下跌力度过大 不要心想尝试 这东西完全可以继续震荡 我们看一下优步 优步的图表 这周呢 都是出现了这种向下挫啊 为啥 因为大盘都在下挫嘛 是吧 下跌 多头呢 要注意局部波段交易为主啊 那么出现了卖点 周线比较强是吧 你看 本周 还是小强啊 中等强度 更加日线 是吧 我们上周给他画了一个框 说跌破框的下边沿 应该是卖点出现了 你看 这就是波段交易者的卖点啊 当然你如果在本周早些时候都感觉美股整体都不舒服 都应该出现卖点了 波段交易者的卖点 那么波段交易者同时应该找到新的下跌波段的趋势线 哎 就大概这么一画 是吧 没有 现在还没有 我们看一下 奈飞 奈飞的周线图 我们也叮嘱过大家 你看周线图也出现了抛盘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我们在这里也给他画了一个方框吧 哎 震荡完了之后 他选择了向下跌破 那多头应该画好新的小的下跌趋势线 是吧 这都是卖点吧 波段交易者的卖点出现了吧 那如果他一直震荡呢 那你就频繁的双向操作呗 那如果多头的话 卖完之后就等着新的指跌架构再去做多了 我不建议双向做啊 只做多也可以的啊 找找多的机会 而不是一直在这里买啊 这下跌的时候该卖的卖是吧 该减仓的减仓 然后等待新的指跌再去加仓 或者是买 是这样的一个动态交易啊 不是一直拿着套着 那不叫那不叫波段交易者啊 波段交易者是有买点 是有卖点的 那一直被套着 那能叫波段交易者吗 那他没卖出的指令发出来 没卖呀 卖出的点位 他至少要做减仓处理 他叫至少接近于波段交易那种模式了吗 是吧 反正这个图呢 都可以不完全是纯波段交易者啊 都可以卖 卖一些仓位啊 然后等待指跌 这样动态的 你可以把利润留一部分吧 摊护一下最终的成本 我们看一下英特尔 那么上周 包括上上周 这几周吧 我们跟进了一些英特尔的这个发展动向啊 那么他主要是业务发展不起来 似乎呢 要剥离一些业务的感觉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基本面就不好呗 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还 那那就是说这个 那就时过境迁了 很多东西都会有过时的呀 你往十年前二十年前再去看一些好的东西 现在呢 有可能变成普通的产品了 是吧 竞争力就没那么强了啊 另外呢 本身产品的发展也有瓶颈 他也不可能一直 具有具这个大步伐的往前迈进是吧 可能可改进的地方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你看英特尔他的一个周线图 他是一个创新低的过程 是吧 本周本来大盘美股整体都氛围的不好 因此他就 不止跌了 那么上周还有根阳线啊 他随时给你变成了阴险 看下日线 是吧 我们上周感觉他有可能至少反弹一个W啊 W都不给 直接下来了 能抄底吗 不能啊 为什么不能抄底 你说掉哪 你看呢 你猜一个地方 对吧 抢跌到哪 跌到哪 猜不透吧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最近的消息面呢 一如既往的多 他也吓错了 拜拜 说再见吧 跟他 就是把下跌句先画好了 为啥 底点在这儿呢 是吧 因为这有指跌这种双重底的感觉啊 但是本周瞬间破位 打到止损啊 应该离场 是吧 是吧 破位了 你还眷恋他干嘛 以后再说了 不要碰了 我记得我这周说过哈 对波音来说不是太喜欢的 是吧 这个图不好把握 不容易把握 看下美国银行 啊 这个美国银行 呃 近期的周线图也要出现一种 二次探顶的这种感觉 看到没 本周周线又是个阴线 是吧 是吧 哎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 接下来能不能指定 已经出现破位点了 卖啊 对吧 现在下期瞬间画一下 是吧 老爷子都在检查 谁呀 巴菲特都在检查 你你还有啥欲 当然他也不一定对哈 他有可能更长期的考虑 但是我们波段交易者出现了卖点 实际上是卖点 对吧 嗯 那之前没有来得及卖的被套的交易者可以出现卖点了 不要追求最高点位哈 人家不给你那个位置 是吧 暂时是不给哈 不管给不给吧 一波一波的做 这个波段已经终结了 好 这期呢 我们把这个麦他再说一下吧 麦他也是和奈飞类似哈 出现了破位点 多头波段卖点 可见他有可能震荡 也可能往下低哈 看下日线 是吧 下地去让画好就行了 不用老是长齿哈 这东西长齿 谁谁能说的准的 万一走熊市了呢 不知道哈 还有这个高通哈 高通的周线图 也是往下挫啊 本来哈 可以往上走一走哈 但是我们假设他就是二浪吧 他也是一个回车浪 对不对 嗯 不行啊 这个周线图空头太强 看下日线 嗯 太强势了哈 你看没有能上去吧 我们说最讨厌的就是横盘运动状态 他选择了向下跌破 是吧 因为那英伟达就选择向下跌破 对不对 那么后继还要看跌吗 那啊 你说是看长还是看跌 看跌的胜率感觉更高呢 不知道哈 呃我们啊 要观察我们 这根黄的下地去让的 右侧点位能不能给出啊 没有给出吧 右侧指跌架构 还要带二次探底的吧 那这一波探底 能不能指跌还是个问题 到右侧再到右侧 这是比较难了哈 所以 先在下周一周二 看这个位置能否指跌 那如果破下去就完了哈 同学们 嗯 破下破下去 那就往下走吧 是吧 嗯 好 这就是呃 这就是美股这几个重点图的一个情况啊 下期呢 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标的哈 拜拜